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谢谢看部精彩的演讲 我们掌声不够热烈 掌声不够热烈就没有互动问答 好了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互动问答环节 应该有很多问题 好 那个 这位帅哥 真的挺帅的 好 我把麦克风给他 顶礼上师索达基刊部任波切 是这样 就是在第一天晚上 咱们这个对话环节中呢 我当时听聂敏教授说 很多人在这个 得了重病或者说 年老之后呢会告诉家人说 在我病的时候或者说去医院的时候 不要采取抢救或者是任何手段 我在想这属不属于一种自杀的手段 因为我曾经听过我的朋友说 说我老了以后一定特别潇洒 在死之前要自杀 但是说咱们佛教中说了 就是自杀是一种非常重的罪 因为自行者不得杀罪 但是我又听佛学中也说 我们要随顺众生 那么他们这种行为 我们该怎么看待呢 请上师开始 其实每个人都有 他对临终的 包括他的一些抢救啊 包括他临终关怀的方法上面呢 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这应该不算自杀 因为他所选择的这种路 实际上都是多样的 但是我们所谓的自杀 它没有其他的余地 然后通过一种暴力的方法 来斩断自己的生命 才叫做自杀 因此佛教里面对这样的看法 不叫真实的自杀 因为所谓的杀它有意乐上面的差别 还有行为上面的差别 最后要通过他的一种 断除对方的生命 还要无物地认识对方 有很多四种分支的条件等等 通过四种分支的条件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不具足这样的这个度罪 所以呢 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呢 都可以值得观察 好 谢谢 好 下一位 那位也是帅哥 好 站起来 谢谢 感恩上师 我是来自汕头大学的叶泽泉 然后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昨天在参观双龙寺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边有个横幅 就是欢迎少林寺方丈施永信 来次交流 我当时就挺感慨的 就想起他现在可能还在中国 就接受司法调查 然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佛 可能掺地的佛教 就有一个现在一个趋势 就是说 越来越来越参加 变得商业化 像少林寺的话 他可能还有一些像武术表演 然后影视拍摄 这些赚钱的一些手段 那我在想 就是上师您认为 就是佛教这种商业化这种行为 本身是对佛教是一种帮助的作用 还是说会让佛教在迷失自我 谢谢上师 关于你刚才问的话题呢 最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 刚开始呢 说是他要来这边来表演 然后后来呢 说因为来不长 所以到泰国来的团队当中 相关他的有些包括一些标语 名称 电脑上的一些资料也重新更改 也有些新闻当中也说是他后面可能会来 但这些我只是一个公开的新闻当中 有不同的新闻在说在腾讯上 因此具体怎么样呢 背后的很多事情我也看不准看不清楚 但是对于商业化 对寺院的商业化模式实际上的确是不太好 不过有些在汉传佛教当中的 有些已经开放了的寺院现在收回来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已经成了旅游的经典 不仅仅是汉传佛教 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有个别的寺院 旅游的人比较多 我昨天去双龙寺的时候我觉得台国也是比较困难 因为那么多人要接待的话 我昨天双龙寺的和尚很慈悲 很想问问 有这么多国际上的 国外的人 各种名孔的人非常非常多的 你看我们去的大坝那么多 我现在最担心的 我的佛学院 我昨天跟路边也说了 我说很有可能 以后我们佛学院也变成这样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虽然不是出于商业 但是人需要精神的寄托的时候 他需要去寂静的地方 但寂静的地方 往往都是高僧大德们瞄准寺院 你看这里寺院的环境也是优美的 人心也是到了那里以后很清净的 然后也有很多神秘的壁画 还有一些非常神奇的老和尚在里面 这个时候人们都觉得 有一种意外的世界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佛教怎么样面对呢 一方面佛教不赚钱为主 但是佛教很有必要 就是接上这样的善缘 这是有理有必的 一方面如果我们佛教 真正能应用这样的机缘的话 每次都是给他们讲经说法 很好的 那天猪罗龙公大学的佛小正 他说我今天已经去了五次给别人讲课 然后现在马上要去已经很晚了 我们去的时候都很晚了 马上要去给信众开示 其实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 所以说我们对金钱呢 不管是出家人也好 很多佛教寺院来讲 这是不在乎 无所谓 他有也可以 无也可以 但对关键的 让这些人的心灵 就是得到利益的话 可能透过各种方式来进入寺院也是值得 尤其是我们寺院如果是真的能 今生上面给他们有个讲经说法 今生上面给他们获得一种宁静和快乐的话 即使很多出家人再累也不要紧 外面有多少个诽谤和非议的话也无所谓 有这么多人对见到了佛像 见到了菩萨的像 这也是从佛教层面来讲 对他忠孝非常甚深的善根 所以可能用世间的阳光来也可以看 但是我用大乘佛教的阳光来看呢 可能寺院里面人越多越好 为什么 至少也是他们会烧个像 至少也是他们会看个菩萨的话呢 那一生当中就是非常难得的这种觊觎啊 见闻觉知 皆种下善根 非常有意义 谢谢 谢谢上师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 好 盛宁站起来 谢谢 鼎礼 大恩上师 我想请问一下 从藏传和南传和汉传三个角度 来请教上师一个共同的问题 藏传这边来说 比如说我们知道曼陀罗 那现在在世界上呢 有一种方法 比如说手绘曼陀罗 用来治疗一些心理上的 一些亚健康的状态 但是呢 由于在世界上推广 它可能会有一些去宗教化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这个曼陀罗里边 不再有坛城 不再有佛像 还有各种佛教元素 而是以一些几何的图案来代替 那这是藏传的一个 那还有南传呢 比如说我们也知道 南传的很多内观的禅修 现在在汉地 其实也是非常的风行 但是呢 往往被用于一些白领解压等等 那有的人就提出 这个到底是帮助我们去向解脱 还是一种轮回之苦的麻醉剂 这是南传的这方面 而汉地的这种 比如说传统文化推广上 我们也知道 最近这几年 国家也在大力推广传统文化 但是有一些机构呢 可能过于注重一些外延的部分 比如说茶道呀 情谊呀 那有的机构它就是明确的提出来 我们是以六义入道 而非以经论入道 那所以从这三方面的现象 我想综合向上师提名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认识这种佛法 或者说善法的这种 在和大众融合的过程中 这种稀释的现象 以及如何把握其中的度 谢谢上师 任何时间都需要智慧 还有三桥方便 智慧和三桥方便很重要 如果有的话呢 汉传佛教当中也有 相当于是曼陀罗的标志 我昨天看南传佛教的寺院里面也非常像 藏传佛教的曼陀罗都有不同的方式 从寺院里面都能看得到的 那么成修 藏传 汉传 南传都能看得到 推广传统文化的话 也是我们知道是南传 汉传 藏传当中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有一种很三桥方便 很像人与人之间 如果有一种很技巧的方式来做的话 都不像位的 如果没有这个技巧呢 即使你汉传佛教或者藏传佛教 内部也是非常有矛盾和冲突 好 谢谢 谢谢上官 继续 好 这位 上师好 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提到现在佛教在汉地或者是世界上面的传播 那其中好的方面很多 也有一些乱象的产生 比如说关于藏传佛教传播的话 它牵涉到一个密法传承的问题 那密法传承一般要有巨隔的金刚上师传承 但是就是经常有新闻报道上 会出现一些假活佛 或者说甚至是变成国家被判为邪教的 像之前的那个什么华藏宗 对吗 我就想问一下您对这个看法怎么看 或者对广大信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谢谢 我觉得任何一个宗教或者任何一个思想 在世界上大兴传播 大兴兴盛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报答 这是一种规律 我们不以为 因为这个原因 尤其是对藏传佛教而言 藏传佛教真正的本来面目认识的人 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可能会传教者当中也有利用者 还有信述佛教或者藏传佛教的人当中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 不如理的现象 但是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的 所以你至于刚才说的其他的一些宗教 那么我们认为它不是真正的藏传佛教 以藏传佛教的名义来弘扬自己的思想 或者弘扬自己的一些学派的话 这是零当别论 不应该对藏传佛教任何的有害 所以我想任何一个思想在任何一个民族当中 由刚开始就像当时大乘佛教在汉地弘扬的时候 两无地之类的很多人都是无法接受的 到后来人们慢慢慢慢能接受 而密法在藏地刚开始传播的时候 也是受到了很多的非议 所以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当然个别的有些新闻报道的话 就是它是夸大其次的 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天质价义的成分 那么这些也是一个自然现象 我们不去在意它 好 谢谢 咱们继续听 请这边 我们的教授 就是刚才您讲 发现中英的时候 说是应该如子入母怀般的 就是那个您能不能具体讲一讲 还有就是西藏杜王经 现在我们看到的中文本是英文本转译过来的 要是能够把藏文本的翻译成中文本的就好 OK 刚才这个比喻可能没有时间更多地讲 然后西藏杜王经 实际上很多人把它认为是一种死亡方面的论述 按照荣格的观点它不觉得它仅仅是一个死亡方面的 觉得它人类本有的很多的神秘的道理 就是依靠它可以解开的 因此觉得《西藏杜王经》它有许许多多 我们人类需要解开奥昧的知识隐藏在这里 因此对西方来讲对它的研究 对它的一种分析应该说很多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我对《独王经》部分的一些六中英的窍诀 曾经几年前已经翻译过 但是那个是属于一些密法的不能随意公开的 《西藏独王经》这部分 实际上将来有想法翻译但实际上没有翻译也是 我也看过从英文翻出来的汉文 很多意义上应该可以表达原来的它所有的一些道理 所以我想如果它翻译得比较不错的话没有必要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版本 如果很多的版本的话 下面的很多人也不知道到底是学哪一个版本 因此为了不冲突 暂时是我不翻译 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说 好 谢谢 谢谢所大机刊部 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的互动环节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再次用最热的掌声 感谢所大机刊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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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